我們要280 現在就要 對 現在就要 這大半夜的素食店裡 竟然來了個超級大戶 穿著格子襯衫的男子 一開口就要280個漢堡 我全部單點 總共280 因為我是一個280人 不是 重點不是 你要280人 是280人 我們現在做什麼 指名要280個漢堡 而且馬上就要 讓店員整個傻眼 臉都綠了 臨場2點多要怎麼趕出來 但男子不管這麼多 就是要漢堡 偷煮出群 所以覺得這樣很多人會來 現在來店員 對 可能要一堆來一堆 你準備好一堆 那有時候要吃的 你全部都要留 因為偷煮應該是 不會吃這個東西吧 對啊 所以覺得 聽這個真的覺得好難 指定要這個漢堡280個 讓店員真不知道 到底該哭還是該笑 但秉持著為顧客服務 素食店還是出動人力 火力全開 硬著頭皮做出漢堡來 只是結帳時 男子卻說錢不夠要回去拿 但卻一去不回 而做好的餐點 也只能全數銷毀 回到事發店家 素食店對這件事不願多做回應 只說未來遇到大訂單 會多和客人確認 但究竟是想考驗素食店 還是單純惡作劇 這樣的情形都讓人實在覺得太誇張了 記者何孟謙李逸璇 新竹報導 是在說未來的 干貨